台股今天開盤是小漲31點 早盤多頭雖然是稍稍回神 但是買盤追價無力 指數震盪壓回平盤之下 分析師就認為台股雖然是下檔有稱 但是上攻的力道不足 最近指數還是會維持 區間下幅的震盪整理 目前看起來量能比較小的一個關係 而且在追價力道上面相對比較薄弱 尤其是外資的買盤 其實看起來是反覆的 並沒有很明確的買或賣的 這樣一個趨勢 整體來看的話 我想在選舉之前 整個台股目前看起來 是一個屬於下腹震盪的格局 其他像是美國這邊的一個表現 其實也相對比較清淡 因此預料在這個禮拜 原則上台股還是會呈現一個下腹震盪 那麼在8800到90002這邊區間 就震盪整理 台面上今天塑化水泥等傳產類股 以及跌升的電子重量及個股 廣達 人包等力稱紅盤 相對的因為DRAM的合約價跌 DRAM族群股價也跟著下滑 指標股華雅科盤中跌幅一度達到了4% 至於風波不斷的食品股 今年表現也不好 揮拳早盤雖然大漲 不過隨即壓回平盤上下震盪 呃 廢 向下震盪